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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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按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MNULAB LS05035309136404800 给视频 展报媒网王亚法2比1显胜过关进其次轮将战科维托华 时长约一分五秒 王亚法亮相赛后发布会 腾讯体育讯 文许孟南巴斯纽约法拉胜 当地时间8月28日 2018年 美国网球公开赛 展开了第二比赛日的争夺 在纽旦第一轮的比赛中 中国饥荒王亚法 6-1 除以3-6 除以6-4 苦战三爬 艰难淘汰斯洛巴克选手 是米德洛瓦 挺进第二轮追凭个人大满 最佳战绩 今天美网迎来高温天气 王亚法再后表示 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在第二盘中起立 有些跟不上 但秀兴自己最终坚持了下来 今天的比赛王亚法开局十分顺利 抓住对手不断的发球失误 以6个1轻松拿下手盘 第二盘一上来也率先扑发 但在3-2领先的情况下 王亚法却突然丢失手感 被对手连下刺 去完成逆转 谈到当时的情况 王亚法坦然是自己的体能出现了问题 今天的天气很热 对我来说是挺大的挑战 尤其是在第二盘后边体能有些跟不上了 但是庆幸自己最后还是坚持下来了 美网今天的气温达到了34摄氏度 但体感温度会更高 将近40摄氏度 在这样的高温下进行比赛 身体方面确实容易出现问题 为了应对这样的情况 美网也启动了高温政策 男子比赛第三盘和第四盘之间 女子比赛第二盘和第三盘之间 会有10分钟的休息时间 也是趁着这宝贵的10分钟 王亚法调整了自己的状态 我去更衣室换了衣服 休息了一下 这10分钟确实还是挺有帮助的 回到球场之后 王亚法在第三排第九局 招出了对手的失误完成破发 来到自己的发球胜赛局 王亚法握紧拳头 给自己鼓鼓敬 最终直落四分拿下了比赛 握在场上喜欢 一比三者的身份跟自己说说话 这也是我的一个习惯吧 今天的比赛对王亚法来说并不容易 之前也出站了亚运会的他赞美网开赛 前一天才到达纽约 时差还没有完全调整 过来就已经站在了三场上 从夜里过来大概要40个小时 中间转了三次机 这几天睡觉也总是醒过来 在调整时差方面 王亚法趁白天尽量还是不要睡 趁到晚上 再尽量早一点休息吧 顺利创破首龙关 王亚法追平了在大满贯的最好战绩 下一轮要面对杰克名将 大满贯的主客维托王 展望这场比赛 王亚法表示自己没有什么包袱 要尽量去拼对手 之前和他交手过 他的进攻能力很强 我当时感觉有些顶不住了 王亚法说 所以下一场和他的比赛 如果他占据主动的话 我自己会很难打 要想办法让他先跑起来 在底线相持这方面做得更好一些 在底线相持这方面做得更好一些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